我现在就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坐在我身边 请大家往这里看 王源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为什么要给王源说让他来谈呢 因为他刚刚走下我们2020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秋晚会的演出现场 来谈一谈吧 对 其实今年看到舞台的感受 其实非常壮观 但是又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其实今年已经是来秋晚的第五年了 其实每一次我都觉得秋晚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具有中国元素中国风的舞台 那今年当然是在意料之中的更加宏大 更加的漂亮了 对 可不可以给我们说一说自己来了之后 对洛阳的一个感受呢 好 其实从一下飞机开始就感受到洛阳浓浓的古风古运 然后还有今天其实真的是能感受到洛阳人民的热情 洛阳的朋友们他们真的是好热情 而且好心切 对 然后今天的工作当然也很开心 对 就是这样 因为今年呢是采用的是录播形式嘛 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 那么刚才在现场呢 我也从音乐中听到录了好几遍 而且我也是要告诉这个收看我们直播的网友们啊 昨天呢导播就告诉我说 很多网友都在问几点放烟花呀 什么时候放烟花呀 特别有意思 昨天我们正好在直播中呢 展现出了烟花那一段 很多朋友都说嗯 主持人很贴心 我也感谢你们对我的肯定 那么今天呢有点遗憾 因为这个王源在演出的时候呢 放过两次烟花 我也可以请导播 是不是把刚才我们传回去的那个烟花放一下啊 然后我也请王源说一下 刚才燃放烟花的时候你的感受 对 其实真的是好 好久没有看到烟花了 然后今年看到的时候真的非常开心 然后也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就是强力安利一下 今年的秋晚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一定要看 一定要准时收看 我们也感觉到这个洛阳的朋友特别的有福气 这个我们过去这个觉得放烟花都跟春节什么有关 现在当然了中秋节也是特别重要的节日 春晚和秋晚都是我们这张台的品牌节目嘛 所以刚才也是沾了你的福气 我们看了两遍烟花 不会不会不会 我也很开心 刚才说到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很多事物都往后推了嘛 那我也想问问 王源现在也是学生的身份嘛 是不是也和其他朋友一样 对学业有一些影响 那么接下来这个学业方面会怎么进行啊 其实就是网课嘛 就是晚上上网课 对 其实学业倒没有什么影响 只是生物中需要有一点影响而已 对 因为有时差的原因 对 有时差原因 对 这样会不会对自己白天的一些活动啊 表演呀 什么的有到影响 就会比较累一点 但是自己积极调整嘛 那我们知道你现在呢 在这个唱歌呀 表演的方面都有发展 特别想跟你提一下 去年在这个中国电影 《经济百花节》期间 在厦门 我也采访报到了《第九天长》 对 我记得 他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那次参演带给自己什么 会不会对你未来在选片呀 角色方面有一定的影响 首先那一次拍摄 包括后面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经历 因为遇到了很多好的 遇到了好的导演 好的前辈 然后出来导演 王景春 永梅老师 永梅老师 对 遇到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人 然后就是 觉得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吧 然后之后当然选片什么的 会是看比较合适的 会去接这样 他获得了嘎那的电影大奖 又在《经济奖》也是获得大奖 那个瞬间自己还是觉得特别开心吧 对 因为我们一个戏 他们拿了奖 就是我就觉得很开心 对 自己的爸爸妈妈 而且是看到了 他们在柏林拿了奖之后 在《经济百花》拿了奖 是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吧 对 看到了前辈 看到了表演 看到了榜样的这个力量 对 对 真的很好 那想问一下你 这个之后后续的工作 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就是10月1号 我和我的家乡 这部电影会上映 然后我有参演 对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你扮演的那个环节是在哪一个部分 我扮演的是邓超导演的部分 对 我饰演一个支教 乡村的老师 对 不会再是《地球天长》里 那个让人有点生气的儿子 不会 不会 这次很好 这次很搞笑 对 很搞笑 因为看那个孩子的时候 叛逆啊什么的 我们这样做家长的 确实还是有点心痛啊 是的 对 那想问一下 咱们今天呢 做的是中秋晚会 那自然也想问问 王源的中秋 过去大概都在哪里度过 重庆或者哪里的 那家乡的月饼啊 或者是习俗啊 有什么 妈妈会 爸爸会在这个时候 跟你说点什么呢 在我小的时候吧 也不是 现在也年纪不到 对 就是在 没有出来工作之前 都是在家里 和家里人一起 吃月饼 看电视聊天 对 然后最近几年 比较开心是因为 都能跟央视秋晚在一起 对 那实际上之前的 央视秋晚呢 一直采用的是 直播的形态 今年采用录播 那么也就是说 过去王源 把自己的中秋 是和剧组在一起过 跟观众在一起过 而今年呢 是不是有可能 和家人在一起过呢 因为今年中秋 和国庆是同一天嘛 今年的话 看看我家人 来不来北京吧 应该可以一起过 对 好像还没有 跟我们说说月饼 是自己不太爱吃 甜食的月饼吗 我爱吃 挺爱吃的 对 挺爱吃的 我以前爱吃 流心蛋黄的 对 流心蛋黄 对 知道流心蛋黄了 就是过中秋节了 中秋节 不会控制自己 我吃不了多少 对 吃不了多少 那今年的这个 国庆和中秋啊 是19年才可能 遇到的一次 在同一天 王源应该也是 喜上加息 因为在那一天呢 既有中央广播电视 在品牌节目 中秋晚会 在中央电视台的 一套 三套 四套 以及一些新媒体上播放 那么王源的电影 在那天也会上映 那么大家要支持王源啊 那我特别还想知道 因为我可能是 年龄比较偏大嘛 那么在你这样第一次 参加一个户外的 大型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你的一些粉丝 会对你有什么样的 关心关注的话题呢 那可能得问我的粉丝 我可能也不太清楚 对 反正 在我看来吧 我觉得中秋佳节 是咱们中国人 一个非常传统的节日 是和家人一起 朋友一起 相聚的一个节日 我就希望 能够在中秋节 包括国庆节 这样一个好日子 双重来临的时候 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 包括能看到我们的 所有观众朋友们 一些快乐 然后就是仅此而已 就这样 我就觉得 我很开心 本来就是我想问问 粉丝们喜欢 观听的什么问题 那是学业呀 还是这个事业呀 我就替他们问问 结果你 好 明白了 那个 想给观众朋友 透露一下呀 今年这个 王源在我们央视秋晚上 唱的是原创歌曲 而且是首次演唱 是这样吗 不是我的原创歌曲 对 我知道是一首原创歌曲 是一首新的歌曲 是一首完全全新的歌曲 所以呢 我们在采访 王源的时候也 特别安排 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 他是谁呢 我们就请这个 我们的老师上场 来到这里来 我要给您介绍一下 来把凳子往里放 这位呢 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的总台 中秋晚会的总撰稿 叫杨琪房老师 你创作的 你演唱的这首歌曲 虽然现在我们要保密 应剧组邀请 不能对观众说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的这个作品的作词 就是你身边的杨琪房老师 然后呢 他也是我们的总撰稿 所以我想请你们两位在一起 你也可以作为一个记者 来问问杨琪房 他为什么要创作这首作品 我来提问 我们试一试 就是 你演唱的感受 首先我觉得我得说一说 这首歌我唱起来的感觉 老师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就是词 因为写了那个内容 其实我知道应该不好写 但是没有想到 您把那个内容写得那么的精妙 然后包括也和我们 现代的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结合 对 就想知道当时您写的时候 是有什么样的灵感 或者是 对 非常符合记者的这个素质 谢谢 对对 他实际我可以再往前透露一点 就是这个内容是一个 什么样的内容呢 他应该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内容 因为来到了洛阳 洛阳那是被称为最早的中国 是很多中华文化 传统文化的一些发源地 发香地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 这样传统的节日里 我们肯定要唱中华传统的文化 所以刚才王悦尔讲 说写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内容 怎么把它又能唱出很时尚很现代的这样东西 当然那是这个和创作的理念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从作词呢 我们可能想尽量的去找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状态 这种感觉 他采用的是一种年轻人喜欢的一种说唱的方式 然后呢 从作曲上呢 这次呢 我们邀请的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这个青年作曲家天一 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 才80后 这种的一个年轻作曲家 但是所以他已经做过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晚会 像什么春晚呢 秋晚呢 六一啊 国庆元旦 他都参加过 就是说现在他们这一些年轻人 包括王悦尔他们这批 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 第一呢 就是说他们对中华传统的文化 其实他们理解得非常深 非常透 从作曲这个角度 一直到王悦尔的演唱 刚才王悦尔呢 在那个现场几遍 然后在录制 说实话 我一直在边上都在听 我觉得他把这个歌的那种 要表达的这种内涵 这种神韵 要传递的这种思想 他真的表达的都非常到位 我也要谢谢王悦尔 创作出这么好的歌曲 谢谢 好的 真是太好了 杨老师这么一讲 王悦尔对这首歌曲的来源呀 背景就有更深的了解 对对对 好的 行 那就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直播采访 在结束这一段的时候 有没有祝福送给这个观众朋友 直播 直播 提前祝各位观众朋友们 中秋节快乐 国庆节快乐 希望你们能够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度过一个快乐开心的节日 也希望以后的生活渐渐康康顺顺顺利利 应该是不是再加一句 希望大家当天的白天 国庆那天 中秋那天 白天走进电影院看王悦尔的电影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一定要锁定我们中央电视台一套三套四套 还有央视频等收看我们的中秋晚会 对对对 谢谢 可是你说更合适 没有 您说了一遍了 我就只能感谢了 感谢感谢 好的好的 杨老师呢 您是我们中秋晚会的总撰稿嘛 那么多美的词都在您的笔下 通过我们四位主持人 秋晚的鲁建 任鲁玉 孟盛楠 庞小哥 好 来呈现 您有什么样美好的词汇什么的 能给我们观众朋友表达一下 哎呀 我美好的词汇都写到稿 写到撰稿里了 那我还是这一句话 就是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国庆快乐 国庆快乐 好的好的 感谢两位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谢接受 好的 谢谢 好 赶快休息 因为刚才排练了 录像了好几遍